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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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视频呢就看我旁边这一堆东西就知道了 这是11月购物分享的下半集 这些东西呢都是在11月中或者11月底之间下的单 上一个视频的话呢有很多一部分东西呢 都是那些pre black friday sell的那些打折商品 这些东西呢就是black friday或者cyber monday的时候我下的单 每年的11月12月呢都是会让人疯狂的两个月 省吃点用了一年呢又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旅游 所以在11月12月呢很容易有疯狂消费的一个行为 冲动消费呢是不提倡的 大家买自己所需买自己所爱的就可以了 不要看到打折了之后什么东西都便宜就疯狂下单 最后发现呢买的衣服呢有相同的买的用的东西呢又用不上 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话呢赶快下面订阅小铃铛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啦 第一个要分享呢就是安娜路易萨他们家的视频 安娜路易萨这个牌子其实真的不陌生了 从去年11月到今年11月呢我都有收到他们家的产品 也在视频里呢给大家推荐过不少次数了 没有看过我之前的视频呢也没有关系 给新来的小伙伴科普一下 那安娜路易萨呢是一个纽约的小众设计师品牌 他们家宗旨呢就是所有的视频都可以再循环利用 不会说再一两次呢它就发黑或者就直接废掉了 我这一次选的呢是两个耳钉和一个项链 都是金色系的他们家这些金色系列的视频呢都是这种14K金的 所以时间长了之后你放一年放两年它都不会发黑 这一次选的第一副呢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耳钉 这个小小的耳钉上面呢有一点点的小珍珠 其实这一副耳钉呢和我上一次选的那一款呢有一点点的相似 但唯一不同的呢就是上一次选的那一款呢是有带一点钻的 而这一次它钻的部分呢就变成了这种小珍珠 这种比较很小巧一点的这种小耳钉呢 你上班通勤呢也不会说它太廉价 它也不会让你的上司很专注说 你怎么戴了一个很夸张的耳钉 不会特别的重 戴在耳朵上呢是完全没有分量就没有存在感的 到了晚上呢有的时候也会忘记把它给摘了 戴上它洗澡睡觉 如果你的耳朵不是那种很敏感的话呢 那完全不会有任何发炎的现象 耳朵特别敏感很容易发炎的话呢 那我建议就是还是到了家之后把这些耳钉就给摘了 就算耳朵很敏感的话呢 那戴14K精也是不会发炎的 就是不要让你的耳钉碰到水 还长时间戴在耳朵上 第二款我挑的呢 是这种有带一点点小流苏 一点点小设计 小心机的一副耳钉 在它的正面呢 是有带了三颗小碎钻 这一副其实和刚刚的那一副很相像 最近呢就是很喜欢这种很小巧的那种耳钉 长头发的话那你不把耳朵这样剥开的话呢 是根本就看不到你戴耳钉的 戴了太夸张的耳钉 或者太长的耳钉呢 又会显得太夸张啊 或者不太适合日常通勤 那在这种时候呢 我就会用这种小小的耳钉 这样子剥一下头发呢 又不会让人觉着你是一个不戴耳钉的女孩 反而是一个很精致的猪猪女孩 这个项链呢 我挑选的是一个这样子链条的一个项链 今年呢有很多设计师品牌 都很喜欢出这种链子再配上珍珠 对于我来说呢 我是一个戴了项链 我就不太喜欢把它给摘下来的一个人 所以我的项链需求呢 就是它最好是很日常很实用 不会特别突兀 不会卡着我 不会睡觉的时候 个着我 在日常也可以搭配我所有的衣服 这样子的一个链条项链呢 就可以搭配我所有的衣服 像日常的卫衣啊 T恤 或者说上班的时候要穿衬衫啊 西服这些 它的链条呢不是特别的长 正好会卡在你脖子的这边 除非你穿高领 要不然的话呢 你如果穿圆领或者尖领的话 都是可以看到这条项链的 这一条呢也是没有挂任何的东西 那在睡觉的时候 我怎么翻 我趴着睡 它都不会压着我 洗澡洗脸的时候呢 我都不会摘我的饰品的 我对于饰品的要求呢 也是很高的 它不能很轻易的氧化 像Tiffany的产品就是 一眼满尽 我那个Tiffany的手镯已经黑到一个极致了 像这种小众品牌呢 它既能提升你的品味 可以给你的生活呢 带来一点点的小点缀 就算它氧化了 发黑了 或者断了 你都不会太心疼 毕竟它价格和一个Tiffany 卡迪亚来比呢 还是小屋见大屋了 这一次 安娜路易萨呢 也是给了一个很诚心的折扣 买一个饰品呢 可以有一个85折折扣 买两个可以打八折 买三个或三个以上呢 可以有一个75折的折扣 如果大家想给自己的生活 添加多一点的颜色 想给自己的穿搭 多加一点配饰的话呢 我觉得安娜路易萨就特别的适合 他们家的详情呢 我到时候会放在下面的info box里面 大家可以随时去查看 下一个包裹呢 是Addict他们家寄给我的一些甲油 没有看过去年视频的话 可能大家对这个品牌不是很熟悉 Addict是在LA专门做甲油的一家公司 那他们家的甲油呢 就是提倡着无添加无刺激 而且里面的成分呢 都是特别的安全 它的甲油呢 是带有一股香香的味道 没有那种正常甲油那种一股刺鼻的味道 就算在家里面 或者在一个封闭的环境涂甲油呢 也不会对你的身体有任何的伤害 就算身边有孩子 在用它的情况下呢 也不会因为它有一定的刺激的化学味道 让孩子受到伤害 所以他们家的成分呢 是特别安全放心食用的 上一次的时候呢 我是挑选了他们家五款甲油 他们家的甲油呢 是需要灯罩的 如果家里面有灯的话 又想自己在家做美甲的小仙女们呢 那可以去他们家的官网去买那个灯 他们家的甲油 优点就是 只需要刷一层就可以把所有的颜色面积都给覆盖到 不需要叠涂两三层 有很多品质不好的甲油呢 他们就需要叠涂两到三层 才可以把颜色都给覆盖到你的指甲上 这种甲油既浪费你的时间又浪费你的金钱 像Etic他们家的甲油呢 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这一次呢 我是选了一个金色 一个银色 两款这种带七彩闪片的这两款甲油 为了配合这一个视频呢 我专门去做了我的指甲 我左边呢 都是这种全金色的 然后搭配了它这个金色七彩闪片的甲油 右边的手呢 我就做了这种银款的 正好搭配了它另外一个 现在圣诞节了 也正好搭配了这个节日的气息 左边手是金色 右边手是银色 两个颜色呢 也不会太跳跃 还可以给你每只手都带来不一样的颜色 这一次按照旧例呢 我也是让我的美甲师小姐姐 给我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模板 清楚的看到它这个颜色 它的底色呢 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深 是因为这个模板 它的底色是白色 所以才会显得它很金很棕 如果你完全是透明的底 没有涂过任何颜色的话呢 它的这个底色是不会那么重的 如果喜欢更布林布林一点的话呢 直接这个金色和银色 可以混在一起搭配使用 再加上一些贴钻啊 再加上一些图画 可以显得更有节日气氛 我觉得大家可以买的是 他们家的这个top和base base呢 涂在第一层 对你的指甲保护呢 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base是特别重要的 那top呢 是可以帮助你延长你这个指甲的时间的 用下来之后呢 这两款我是特别推荐的 它这个top呢 会跟其他的美甲垫的top 有一点点的不同 像现在美甲垫用的top呢 都是直接涂完之后灯照 这一款top呢 是比较老式一点的top 它涂上去 美甲垫照完之后 还要用酒精 把你指甲最上面一层给涂掉 不擦掉的话呢 你那个指甲摸上去是黏黏的 根据我的美甲师小姐姐来说呢 就是现在已经没有美甲垫用这种top了 因为这种会比较浪费的一点点的时间 那在家的话用它呢 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 最后我来吐槽一下 他们家的这个remover 最最最最最不推荐大家去买的 看来里面是这种黄黄的这种gel吧 根据它这上面的简介呢 它涂上手之后需要等五分钟 然后再把它给擦掉 在美甲垫的时候就试过了 等了五分钟 完全没有用 像这种remover的话 它不可能只卸一个牌子 那肯定这种remover是混着来用的 那它对于美甲垫里的其他牌子的甲油 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 这个完全有点交智商税了 所以这一款remover呢 是我最最最最不推荐大家用的 edict这一次呢也是特别的大方 给了我一个专属的五折扣的 我会把这个扣的呢 放在屏幕的下方 也会放在下面的info box里面 如果大家对它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直接去他们的北美官网去买 他们家是美国品牌 寄过来呢是走DHL的 那这两次的寄过来呢 我都完全没有被打税 所以他们打税率呢也是比较低的 分享我旁边这一些 我买的圣诞节的一个装饰 这些都是我今天去Michael's store店 还有Canadian Tire买到的 今年呢老元给我买了一棵圣诞树 是真的一个大大的圣诞树 不像去年就是一个小小的桌面圣诞树了 过圣诞节呢对我来说多了一个意义 就是可以买更多的decoration 他买的这一棵树呢是有自带的小灯 我们家的这一棵圣诞树呢是6ft 在Amazon现在的价格呢是189.99 今年的配饰呢我不想把它装饰成红色或者金色 会比较想添这种银蓝色的一个比较冷色系的色调 说实话我真的没有配过 也是第一次想尝试一下 如果这个配色不好看呢 我可能到时候还会去买一些其他配色的球来做装饰 这个44个球呢是我在Michael's买到的 有这种很大的球 也有这种很小的球 蓝色深蓝色和银色的这样一个搭配 我记得他们店里面现在好像是所有圣诞节的东西装饰什么的 都是打半价 是很好的折扣时候 如果大家需要去买圣诞装饰的这些东西呢 去Michael's看一下 第二个我买的是这种黑银色两个色系的这个球 我觉得这种银黑色呢配蓝色也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搭配 颜色呢也不会说太跳脱 买了两个彩带 一个是蓝金色的一个配色 还有一个呢就是白色上面有银色的这种小丝 这两个颜色我也是想把它们搭配在一起 这里买了三卷包装纸 把所有的礼物盒呢全都包装好了之后放在圣诞树下 比较配圣诞节的一个气氛 这一个红色的星星是我在Dollar店买的 其实Dollar店有很多圣诞节的配饰 像这种东西的话很多都是一次性的 今年圣诞节用完了 我明年也不可能再用这一同一颗星星了 但是呢样子又特别的好看 所以买了一个这种红色的 还有金色银色还有一个玫瑰金的 但最后呢还是挑了一个红色 想把红色最亮眼的一个呢放在最顶上 今年买了这个 它是用来挂这些球的 像我买的这一些球呢 它上面是没有绳子也没有挂钩的 需要自己再单独去买这一些钩子 去把它给勾在圣诞树上 正好呢在Dollar店看到了 然后就把它先买回来 这个也是Dollar店买的一个小挂式 它是一个溜冰鞋 但它的这个质地 就是这种塑料泡沫 它完全没有任何的分量 挂在圣诞树上呢 也不会说给圣诞树造成一个太大的压力 这个圣诞老人有没有感觉他是在做一个lunch 就健身的人应该都知道 样子很搞笑 然后这个铃铛呢也是在Michael's买的 这个铃铛是老员挑的 我反正没有看太懂这个东西 最后两个呢就是两个这种玻璃的挂圣诞树上的 一个是小鹿一个是小狐狸 里面都是有灯的 店里的时候我还在犹豫 是买这个小狐狸呢还是买这个小鹿 小狐狸看上去其实更可爱一点 这个小鹿做工感觉有一点点的一般 然后老员就两个都拿了 说成年人不用做选择 圣诞装饰呢就全到这里了 下一个我要分享的是 这一个Oringens的去痘痘的 Super Spot Remover 这一个真的需要家中必备 我之前呢有用它还有用理肤全的一个 跟它质地是一模一样的 两个产品我都用完之后呢 我再去Shopers去买理肤全的那一款呢 就发现就是找也找不到了 网上也没有了 赶在斯芙兰八折结束之前呢 先在斯芙兰官网买了一个这个 后来又觉得买一个有点不太够 我又在Oringens他们官网呢又下了一个 不管你是刚红凸起来一点点 或者还没有凸起的痘痘 或者是已经出了浓 或者是白一点熟透了的那些痘痘 糊一晚上之后 你那个痘痘要么已经爆了 要么就是瘪下去了 功效特别的强 差不多一两碗就能见效了 像我下巴这边呢 其实前段时间有长一个那种粉刺痘 我有在家里面自己拿针搓 都搓不到那个痘痘 就真的太深了 完全没有办法削下去 用了Kate的那一个去痘痘的也是去不掉 被逼急了 没有办法赶快下一单这个 在没有涂它之前 我这个痘痘鼓的就感觉随时都要爆出来 但它又在最深的地方 它又爆不出来的那种 就凸的已经是像长了一个小刘一样的感觉 我凸了它之后 两天我这个就扁平了 我这下巴这边呢 其实看仔细的话还是能看到 就已经在掉皮长新皮的一个状况了 所以这一款呢 如果你是长痘痘 或者时不时会有姨妈痘的话 真的家中必备的一个产品 然后再来说一个生发水 就是Avanda他们家的这一个老网红生发水了 在老一辈的眼里 可能到了五六十岁才会去用 现在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压力啊 这个掉发的问题还是有点严重的 在夏天的时候呢 我要买他们家这个生发水 那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真的就发现这个小绒毛是真的有长出来 我是把它涂在这两个角 因为这两边是最容易凸的地方 而且扎一个马尾呢是看得最清楚的 还有呢就是我这一条分割线啊到后面 都有一点点的稀疏也不能算凸吧 洗完澡之后每一次呢我都会挤一磅 然后在重灾区呢这样子搓圈圈把它给按摩进去 效果的话呢不能说立马立竿见影 像我这边的话呢 老袁是跟我说我这边是有长出来一点点这种细小的这种 小的一丢丢的这种小绒毛 那我觉得应该就是用了生发水长出来的 要不然的话应该也是挺空荡的 这次在Black Friday呢我就赶快去官网立马又囤了一瓶 下一个产品其实我下单了很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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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10月底下的单他寄过来花了一个月 就是Pemmergrest的他们家的眼影盘 他这个包装就是很现代风很酷炫的那种颜色是这种红紫调的一个感觉 这边呢我还有一箱彩妆品是我在shoppers下的单 在Black Friday呢也是有一个积分兑换的活动 我是拿了20万积分换了400刀的东西 这次呢也是收到了 我下单下的真的是特别的稳 换东西呢还是挺坎坷的 每当我把一样东西放进购物车 我还在刷其他东西的时候呢他就卖光了 下单就花了我特别长的时间 那第一个产品呢我换的是这个TUFACE他们家的这一个圣诞节日礼盒 它里面呢是有三盘眼影盘和一个睫毛膏 里面呢是有红绿蓝这三盘眼影盘 第一盘这个金色呢它这种比较棕调的色调 蓝盘的配色呢会更出挑一点 它有这个粉色啊有这个青绿色在 比较适合画这种节日妆 粉盘呢就是一个比较偏粉调的一个颜色 所有的颜色呢都带一点点粉 估计这一盘画出来呢 你的眼妆只可能有一个颜色就是粉色 这三个眼影盘呢都是带有一点点的小香味的 那这个香味呢也不是特别的刺鼻 还是比较好闻的 但如果对香味比较敏感的小学女们呢 那这个味道有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喜欢 还是要看的 对于我来说呢不管是从包装还是从里面的配色呢 我都是比较想收集的 所以这一次呢换了它们 第二个眼影盘呢是这一盘Urban Decay 它们家最新出的这一个眼影盘 在忍着斯芙兰八折的时候都没有入手 Urban Decay家的眼影盘呢 其实在官网过不了多久 它就会有半价的折扣 里面的颜色其实大家应该也很熟悉了 网上试色真的太多太多了 如果有对它感兴趣的小学女们呢 直接下面评论或者弹幕告诉我 人数很多的话呢 我就会在之后的视频单独出一个试色和解析 你以为这是我最后一盘眼影盘吗 其实不是 这一次呢我还换了第三盘眼影盘 就是Truface它们家的这一盘Cinnamon 这一盘眼影从它出的那一天 网上有试色涂的那一天 我就对它提不起兴趣 第一是因为它这个包装真的跟它其他的眼影比呢 这个包装太简单了 这种直接画了三个Cinnamon在这儿 完全不像它以前的那一些包装 像煎饼盘那种画的特别有心 然后大家来看一下它里面的颜色 如果你已经有了煎饼盘一和二呢 那这一盘其实真的不需要考虑 它的颜色和煎饼盘里面大差不差 带有Cinnamon的味道的 那对Cinnamon很不喜欢的小仙女们呢 这一盘直接pass掉 换积分呢我肯定是换最实用 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了 这次选了身体磨砂膏 那它们家的身体磨砂膏 其实在之前去年的视频呢 我就有疯狂的给大家种草 在所有的空瓶剂里面呢 大家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很好用 在平价的身体磨砂膏里面 它绝对是属于最好用的一个 我有用过所有的开架的这些身体磨砂膏 在身上这样搓 一点感觉都没有 如果大家在找一个平价 开架的身体磨砂膏的话 首选就是它 而且价格特别便宜 时不时会有它的折扣 一罐这样子打完折的话 好像是5块9毛9或者6块钱 还换了一个这种综合维他命 自从work from home了之后呢 我就给我和老袁都买了这种 复合维他命来吃 先不说它的功效 就单独说它这个软糖质地 就每天吃两颗糖也是挺开心的 有功效的话那就是锦上添花 我给自己还换了一个这种补充铁和B12的这一个 随着年龄增加 我现在觉得平血的这一个现象越来越严重了 以前的话蹲起我会一点感觉都没有 但是去验血的话呢 医生会告诉你啊 你平血你得多补充点铁 现在有的时候从床上一下起来 我就会觉得啊特别的晕 一下坐下也是会有晕的这一个现象 所以现在呢就开始疯狂买这种补铁的这种补充剂 买了两个激光脱毛的这个灯 那外包装呢我已经扔掉了 因为它外包装不知道粘了什么东西 我这一箱没有任何东西碎掉 也没有露出来 但是它的外包装就特别的黏 这一个脱毛机呢 其实是在我六七年前就已经入了 我的那一款应该是特别特别老了 下面上应该早就停产了 脱毛的话呢 我把我小腿上的毛都已经给自己激光机掉了 但是时不时有几个地方呢 可能以前漏掉了 它这个灯罩是有一定的范围 它不是说是那种特别大的 直接一整块的覆盖掉 时不时呢还是会有一些漏网之余在 那这一次呢我就直接换了两个灯 换了两个蓝蔻的瑶瑶乐唇用 四号呢是374和490 本来呢我是想换蓝蔻他们家的唇膏 但是无奈啊 大家抢的速度太快了 瑶瑶乐系列呢 其实我有他们家最老最老的这一个老版本 一点都不上色的这一个瑶瑶乐 他们家后来二代的瑶瑶乐呢 我就一直没有去入 这一次就想着唇膏我是抢不到了 那索性我就抢了两个瑶瑶乐来试一下 换了一个自身糖的洗面奶 是想给我男朋友来用的 男朋友很想要那种起泡型的洗面奶 这个呢我没有给他试过 所以这一次呢给他试 如果不起泡的话呢我可以自己来用 然后给我男朋友换了胶印湿的面油 这款面油呢也是他没有用过 我也没有用过 不知道它的功效到底好不好 也是我忙买的 完全没有做功课 面油这种东西的话呢 其实在冬天需求量还是挺大的 早晚洗完脸呢都是需要上的 胶印湿的面部产品好像没有太多采雷的 这一次呢就换了一个这个莲花的面油来试一下 如果好用的话呢 我会在之后的空瓶剂里面告诉大家 还换了一个身体乳 这个身体乳大碗便宜 每天挤蹦挤蹦往身上涂都不心疼 他们家这个身体乳有打折的时候的话 好像是3.99这么大一瓶600ml的 如果大家对于身体乳的需求特别大的话呢 那用他们家这个牌子便宜大碗又好用 最后一样产品呢就是润唇膏 我几乎用过SHOPERS他们家的所有润唇膏了 就剩下这个没有用过 所以这一次呢换了这个来试一下 SHOPERS他们家这一箱呢就空了 然后我们来说衣服吧 这一次呢我自己在Aurasia呢又下单了几件 完全是我自己下的单 不是我男朋友给我选的 所有的款式呢也是我很喜欢这种松松垮垮的系列 第一件是这个紫色的TNA他们家的这一个T恤 不应该叫T恤 面料是这种针织的 但它的这个款式呢又是这种T恤的款式 这种松松垮垮完全不修身 颜色呢也是特别搓我的心 下一个我买的是TNA他们家的这一个7寸自行车裤 7寸的这一款呢正好到我的大腿最中间 9寸的话估计得到我的膝盖了 TNA他们家有很多型号 我的这个型号是这一个 如果大家对它感兴趣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 这样一条只要20刀 那如果在Lululemon的话 相似款估计得要五六十七八十了 一个针织衫 它是一个带领子的这一个 今年特别流行的一个款式 高领 像我的话呢脖子特别的短 我是不会把它竖起来 平时的话就直接把它敞着这样子 比较基本款的没有任何修饰 也是这种垮垮的 衣服材质呢也是这种针织的 但是大家能看到它是有一点点的透的 保暖性的话呢 可能不是那么的高 只能穿在里面 或者里面再穿一个打底衣 穿完的衣服呢 我再说一个就是Crox 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 戴绒面的 很适合冬天在家里面 我也给他配了一个粉色的圣诞树 其实我还要给他再配一个科基 但都被我男朋友扒了 放在他自己的鞋子上了 我是特别喜欢它这个颜色 在他们家也不是那种基础款 所以这个颜色还是比较特别的 我不太建议大家穿这个出门 它这个鞋子其实有一个bug 就是这边如果你不把洞洞都给堵起来的话 灰啊或者脏东西进去 里面的这个布脏了 你是没有办法去洗它 它这里面这个绒 是没有办法拆卸下来的 倒数第三样产品呢 是今天刚刚到的这个快递 是老元在Amazon上买的两个开箱刀 用剪刀开箱呢又不方便 这个开箱刀它是这个样子 不会像我之前的开箱刀 我需要一直摁着 MacBook Pro 那我这一版呢是2020的 并不是现在最新款 我自己对于电子产品呢 不是那么的懂 现在在用的那一款MacBook Pro呢 是在13年买的 用它这些年呢 我就是剪剪视频啊 以前上学的时候呢 做作业啊 看看书这种 看看剧 也不会用它来打游戏啊 也不会用它来编程那种 对于电脑的损耗呢 并不是那么的大 所以才能撑到现在 其实我觉得不买这个电脑的话呢 我现在那个电脑 至少还能再撑个两三年 只要你不去更新它那个系统 用它现在有的系统 所有的东西呢 也都不要用最新的版本 那它撑还是可以撑很久的 如果是拍视频的小白 觉得不知道该用什么电脑 来做剪辑的话呢 我觉得就用最正常 最一般的电脑来开始 后面你真的剪片的需求 越来越高 要求越来越多的话呢 那你再去买最新的 其他高配的 我想买它的 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它那个Touch Bra 那Touch Bra 在最新的2021的MacBook 里面直接被取消了 这样就看到别人的视频呢 就有在那个办里面养宠物 最后一个产品呢 就是我旁边这个箱子 就是这个大烤箱了 加拿大每一户人家呢 那个炉子下面都有一个大烤箱 有的时候可能就想烤一点点小东西 可能就烤一个红薯啊 或者烤一点馒头片的话呢 开一个大烤箱功率又大 又特别的浪费 就一直想买一个这种小烤箱 它既能烤面包 烤蛋糕 烤馒头片 又能烤鸡 烤鸡翅这种 功率不会大到浪费 然后又阵阵好好 这一次呢 也是在Best Buy 看到这一款价格特别的合适 这一次的11月购物分享 下半集呢 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有没有让大家看得过瘾 看得开心 如果有的话呢 赶快下面like这个视频 关注我的视频 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我最新的视频啦 那我们今天的购物开箱分享呢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